你看到这个两个人谈崩了怎么办 你乐观吗 这个6月1号会不会债务违约呢 当然过去我们看到已经很多次了嘛 在最后总是能够这个惊险过关 所以应该是不会 但是有没有擦枪走火的可能 还有这个每债多少31.4兆 真的吗只有这样吗 这位前华尔街的这个大鳄 索罗斯的首席策略师 事实上这个人在这个华尔街呢 他的这个位置是相当的高 那过去有很多这个准确预言 5月1号他在南加州大学演讲的时候 他要讲一个真相 告诉大家美债的真相是什么 他说过去十年啊 美国的财政鲁莽 对他来讲像在看一个恐怖电影 那么目前呢美国债务的负担 不包括未来的福利支出 都没有算进去哦 如果算进去的话 那么美国债务应该是多少 200兆 现在政府的官方数字31.4兆嘛 他说事实上200兆 六倍多啊 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31.4兆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美国的GDP是25.46兆 算一算他所谓的200兆是美国 八年GDP的总和 这对他来讲叫做隐形债务 算给你听 这真的听了倒抽一口良气 是不是啊 但接大使一起讲 无解吗 美国怎么会有无解的 美国是神啊 现在有个白金硬币 你听过吗 我今天看到这个就想说 就一个白金硬币嘛 是不是 为什么白金硬币能够解决美债呢 因为一个巧门来了 美国的相关法律呢 对于使用 能够使用的纸币 硬币的面值都有严格的要求 这个很重要 但只有白金硬币没有规定 它是个例外 是个漏洞 是个破口 没有任何限制啊 由美国财政部来决定 听到这里有没有嗨起来 哇哈哈那太好了 的确拜登也这样觉得 美国可以赋予白金硬币 任何的数额 然后呢 这个硬币呢 就存入美联储啊 然后就用这个白金硬币 来支付政府的开支啊 讲这我都忍不住要笑起来了 就是怎么样 我现在随便开张支票 给介大使 我这边三兆 来介大使我给你三兆 就这个概念是不是 表面上能够为美国政府 偿还债务啊 但一旦动用白金硬币 有没有后果 你以为 全世界都好傻好天真吗 也不是嘛 一旦动用的话 其实跟美债 差不多可怕 那就是什么 把美国的债务货币化 也可能会导致 美元大幅贬值 美国的经济信誉 断崖式的下跌 弱化美元的地位 它的后座力也极强啊 但至少怎样 至少眼前 眼皮子底下的危机解除 是不是 美国的法律 允许财政部 铸造白金硬币 没有限制他们的面额嘛 所以 硬币 这个白金硬币 我可以说它是 一兆美元 那我就给你四兆 你还要再找我一点 对不对 这大事 对 这个其实又是 专法律漏洞 对 那你如果说 这是这种一种欺骗行为 国家欺骗造假的话 是最不利的 这国家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欺骗自己 这等于造假 对 你这个没有任何的 这种实质价值之下 也没有任何债务的这种 这种记录之下 就把那个东西当做现金来花 我觉得这个是 真的是很 美国可以这样做 那问题就变成就是 进一步加大 各国对美元的 这种灌水的美元 这种实质 没有实质 它的实际价值 远低于它的这个 现在这个账面价值的 这样子的一个货币 那就是把它的 整个的这个 美元的信誉 等于它的这个 它的最重要的信用 再一步的削减 过去美国政府 事实上用很多方法 就是说 就是说怎么讲呢 就是说不正当的方法 是割人家韭菜 它还有没有 明明白白的这样子 自己创造一种 创造出一兆美元 然后就说 哪一个简单 没有这个抵押品的东西 是假的东西 就放到银行 就是换了一兆出来 这是明明白白的欺骗 那如果说人家发现 连美国政府又这样欺骗 因为美国政府 最近做了一件事 俄乌战争 第一个美国政府变成强盗 强盗的话 它还不能天天强 可是又发觉 它自己本身是欺骗的 是骗子 又强盗又欺骗 你看强盗 这个行为一出来以后 美元全世界 多少国家在去美元 110国了 110国 你再用这种方法 来欺骗 自欺欺人的话 那人家更不相信美元 所以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 它可以做 可是会 就跟很多人分析 会进一步 弱化美元的地位 你看31.4兆 这两个人 因为还亲自到 这个内部的撕裂 还有对立 现在谈崩了怎么办 然后根据这个权威的告诉大家 其实31.4兆这个零头 对不对 大概是200兆 你怎么看待 你觉得你预估一下 以你对美国的理解 你觉得最后这个僵局 怎么把它解除 这个就是说 当然现在34点 31.4兆 跟美国的GDP 剩25.46兆 大概一倍多一点 GDP一倍多一点 事实上 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状况 因为日本是GDP的2.5倍 日本不够5兆 所以日本的GDP是11.5兆 这个美元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 基本上它虽然实质资产 不 它这种 就是说银行的储备不够 可是呢 它的实质资产很多 地产矿啊 什么 它都可以拿出来卖的 很多国家 尤其像这种 地广人筹的国家 在过去 遭逢到 经济快崩溃 财经崩溃 最会卖什么 最会卖 最会卖护照 它这个卖这个移民配额 美国这么大土地 也不过三兆多人 它哪一天真的 国家的这个财政 负担不住 它可以把一个州 都可以卖掉 那可能一卖下来 就是你可以算 可能就上百兆美金 所以美国是有这个实力 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流动性不足的时候 造成风暴的时候 它的经济会很严重 那现在这个31.4兆 事实上 问题比较严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还正遭逢一个 银行倒闭潮 这个东西就是说 整个金融体系人家讲 其实都是建立在信任之上 现在双台夹击 双台夹击 你这个时候 你在美债再出现问题 那跟美国的金融危机 这个就银行危机 再加起来的话 对美国整个的这个 所谓的政经 经济的结构 那是重极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其实美国过去 发生这种债务 怕会债务委员 因为它的这个债务上限 已经到了 那不管是执政党 跟共和党 这个债业党谈判 都是雷声大雨联效 最后都解决了 最后都解决了 我反过来问一下 从拜登的角度来看 很简单 他就是想赢嘛 赢得连任嘛 所以像美国内部的危机 这么多 然后都无解啊 所以发动一场 这个台海战争 再制造一个更大的危机 而乌战争 大概快要进入尾声 那可以有效化解 它的内部危机吗 赢得这个共识吗 到时候 共和党也不好意思 再卡了 是这样吗 当然是 当然是有利的啦 对 任何的外界战争 对美国都是有利的 美国是 心里面有不安全感的 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 所有的外部的战争 对他都是有利的 甚至他自己出去都有利 美国的危机越高 台海战争的可能性就越高 对 非常可能 非常可能 那 说实话他今天 我们讲拜登的心态好了 对 你说共和党说 你入不敷出 你举债 已经举债举这么多了 我请你以后少花点不行吗 对 也不过十年 让他少花四点五兆 他都不接受 但他确实花得比人家多 他确实比人家多 所以美国这些政客 基本上 他们都是很自私的 你说这个 叫你拜登少花一点 我们第三者看都觉得 拜登你少花一点 拜托啊 你已经 你赚就赚这么多 你赚三万块 你又要花五万块 对 那你最后都让人家解决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